这个样子的像什么车 这车还不难看啊 启程D60 长又宽又大 看一下这个是 吨漆 白珍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车门 刚才也看了 这个启程D60 然后白珍珠 这车刚两个月的车 然后车主把这一块给刮了 这是轻微刮了一点 看我们现在打磨出来的话 没有伤 就是轻微掉了点漆皮子 然后又喷一下 这不用刮这个原子灰 直接又喷 车主要最便宜的漆 喷出来最好的效果 那咱们今天就给他 看看白珍珠 最便宜能盘盘到多少 贴了两块钱的报纸 然后漆皮的话 一会儿看一下 反正这一块就不了多少钱 具体给他多少钱 我就不暴露了 然后咱就看 咱喷出来本钱多少钱 先调漆 调的两个漆 一个是珍珠 然后一个是底白 因为白珍珠的话 它一层底白 然后一层珍珠 再是一层亮油 这两个漆是花了12块钱 两个漆12 然后先把漆调了 先喷上 大桶的漆调 因为要最便宜嘛 就不小桶子了 小桶子 喷上去效果比较好点 然后基本上反正差不多 多少 要是喷好了的话 以白完事 珍珠 珍珠也是用不完 坑珍珠 真珠完事了 喷亮油 先调 来这次的亮油 10块钱的 只喷一遍 一遍盖成 因为就一个杠点 不值得再来两遍 只要盖晾了就行了 下面喷 完事了啊 看一下啊 它这个 上面咱是没给它喷到的 因为这样的话 就能赶出来 没有色差 上面是 还是它原车漆 就是盖了一层亮油 走了一个随起来 跟它 这样才能无色差 现在是喷完以后的 补了一小半杠 这块流了 轻微流了一个斜角的接口 到时候轻微打磨 抛下光就可以了 像就是学生的 好 稍微 对 这样 说